好,那我們這邊來看到的是四強的另外一場比賽哦 那剛剛是收的是2比0擊敗的那時候 晉級到冠亞軍賽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四強的另一場 PVP內戰是探機對上夜碟 好,在地圖右上方,是來自VSG戰隊的探機 在地圖左下方,這是藍色的四選手夜碟 地圖來到了黃金支柱 一場PVP的對抗 雙方一樣,不過這邊夜碟是選擇水晶探路 好,最後單BG 好,目前雙方 哦,這邊想要開礦 好,這邊被放一個神經塔堵住 好,雙方都做一樣的事情哦 都堵住不可以幫忙做事情 是不是太瞭解對方了 是不是太瞭解對方了 好,這邊雙方都做一隻狂安士哦 要把這水晶探打掉 我看起來這邊 一連先一步行動哦 就他有在蓋一個 哎,他想蓋BY,就沒蓋到 好,這邊也得先開啟自己的惡光 好,這邊探機放下VS 在這地方放下VS 探機 探機 這邊夜碟不知道有沒有感覺啊 剛剛突然開場不用經弄 弄 弄 那麼多title反而是有點懷念的感覺 好這邊先切進來但是有電池 一直都沒有殺死 呃 抱歉 殺死一隻 好這邊放下bf喔那這邊嘆氣則是走vs以後轉一個vc 先是想現在賺便宜但是這邊就放追對來做防守了 那這邊看一下喔這邊 夜點的是閃追正在研發一攻 看來這邊也是閃追在研發但沒有一把工坊現在才關到bf 我們先走了vr 其實目前雙方可以說是就就是因為前期他就走一個vs嘛 那他用盡可能用用這個先在做控圖喔 那 他們轉的方向都是走這個 閃追加一攻 這邊 夜碟好像先程型的要往前做個壓制喔 那這邊探機不停的利用這個先知來做地圖的控場 不過似乎沒有看到對方的 閃追來囉 然後壓制的同時呢夜碟同情間開啟自己的山礦 啊這下已經被打掉了 哇這個先先知切進來就剛好被埋伏的這一點 哇全送光 打兩隻工兵 笑的先知全死 尷尬 尷尬 好 這時候探機開啟自己的三礦然後開始做一個牽壓 不過目前 目前攻防應該是磁品啊但是這邊 夜碟得二攻要好囉還有一半 體速滑好了 好 這邊打算打一個多線哦 這邊夜碟應該是要打一個二攻拆米 哇 要包夾要包夾了 這個包夾哦 哇 包上來退無可退 夾起來 哇這夾太漂亮了吧 直接硬 超級點掉 閃進來點人進讓你不能操作不朽 這個夾真是完美 這次探機打錯聚聚我們恭喜夜碟先拿第一場比賽生理 我剛剛那個那個夾很漂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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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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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這邊夜雷家裡放了一個電池 然後VS進來 先加速4追出去哦 前面直接點水晶 要兇了要兇了 殺了一隻追獵 這邊差點走VR哦 甩起來 他是忘記他的追獵 他忘記他的追獵 中間開啟自己的惡礦 然後放下VC 哇糟糕 這隻要快 他忘記他的追獵 少一隻 GoGo GoGo 好 飄兩隻進去 一隻 兩隻 好 堵起來 好 那直接Recall 就結果而言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但是因為這邊碳氣的礦速快一點點 不過他這已經放下VC跟BF了 要打算走一個閃追 可以 他有把他一攻哦 那這邊碳氣他是比較 穩一點哦 他前期是走VR線哦 他前期走VR線哦 他前期走VR線哦 小雲雞已經出來了 好 VRVC 我勇於前期探機 因為他二況比較早開哦 所以現在工兵領先 幅度其實是有點大的哦 領先7隻農民啊 這是一個蠻大的優勢 蠻大的經濟優勢 好 這邊 夜碟 換向鳳凰去做個偵查 好 好 這邊 夜碟也是 偵查 非常好 飛進去看兩次哦 雙方都是不停用 換向鳳凰 就是在做偵查 那是追劣剛下哨 放風一下是不是 笑死 好 我會有很多人 那是 我會想要去做個偵查 那是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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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開啟自己的三礦 不過因為這邊 他基本上是從這個 他的經濟啊 從初期到現在就一直是經濟領先非常多 這邊可以看到工兵來到8隻喔 人口來到了15個人 人口的差距 但 但這邊 夜碟他的工坊 跟科技是稍微快一點點的 稍微快一點點 工坊領先蠻多的就是 領先一個工坊 那雙方都不停的利用幻象鳳凰來做偵查 來確定對方的科技走向 阿吉的聲音怎麼跟平常不太一樣 因為我現在人不在家 想念我了嗎 好 那這邊探家做壓制喔 不過這邊也得走一個 烈光球 但是這個幻象鳳凰好像有看到喔 幻象鳳凰有看到 好想截後援 好想截後援 哇 被包了 炸白球 人鏡被點掉 這個還不錯 用雙線喔 點到人鏡 正面用很多幻象最累在騙啊 我的天啊 這個夜碟打的也太 太聰明了吧 好想截後援 好想截後援 我來看 這邊直接2VR出烈光球 燙機 那個液鐵 那這邊燙機也是針對性的出了鳳凰來抬烈光球 我們先開啟自己的試況 這人口差距有點大 好 只能抓回控擋 點了一些水晶塔喔 點了一些水晶塔喔 rs鑼 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雙方都要過渡到中後期啦 哇這個 光炮不用錢啊 還做個建築學 現在人口已經拉開了將近30喔 探機這邊已經要滿人口了 差不多要壓制了吧 欸他側面是追劣是不是 側面好像滿多追劣的 這鳳王其實有點多 哇 光炮 真是多 烈光球 欸 要B站啊 位置不太好 哇烈光球全部炸到 這瞬間人口 我的天 等一下這個會在探機也直接爆開了 直接爆開我的天 有沒有看到嗎 他剛剛往後拉的時候就陣型不是很好 然後 鳳王 因為烈光球其實被 很多部隊隱藏起來喔 那剛剛烈光球幾乎是把他的部隊全肩 我無言啊 領先了整場 打了整場好球 一波回戰 全部給了 白給回去 哇 很像夜鐵要拿下這場比賽 夜鐵也很強啊 我覺得能打贏 能打贏 GIN蠻厲害的 因為GIN其實在我心目中是 蠻頂尖的人類的 哇這個部隊質量 三攻啊 好再把白球合起來喔 哇 有沒有看到 剛剛狂戰士跟鳳凰一近身 直接被打成肉將 哇 這個很好 很扯耶 剛剛 看機優勢的大半場 一波被打回來 打成至上 我看這個 這個烈光球有夠難抬了 等等等等 這一波要打贏喔 這一波要打贏喔 這媽媽 媽媽超能給力嗎 不過白球也很兇啊 哇白球兇猛了耶 側面白球夾擊 突然是街上 哇 屁笑屁笑 好瘋了瘋了 哇 站出了嗎 哇這一波打得 很刺激耶 哇 打贏了 這波竟然A下來了 我的天 算是換個半斤八兩吧 不過剛剛那波交戰以後啊 夜點已經算是掌握了這個 主動權 鳳凰不要送啊 鳳凰現在很貴的 送兩台 哇 哇 正面這塊是雙線 正面在打 空中間把自己的武框開起來 哇 哇 再白轉一點 哇 沒有OB了沒有OB了 尷尬 好 現在要把鳳凰全部點掉 好 鐵刀 錶了好多隻喔 因為剛剛那個夜點要 繼續把那個 超級功效點掉 這時候不小心讓自己OB死了 好 側面在那奧波狂安士 去做騷擾 進來直接插農民 喔 真實的RECALL 跑起來 加速 好 現在夜點的經濟 工房 都領先喔 好 直接又開始 炭基那邊是要走什麼部隊啊 我看一下 鳳王很多 但 但其實 其實 其實 夜點已經沒有在做 雷王球喔 這邊直接A上去 媽媽球進來 不是媽媽球 媽媽傳 後面夾擊 這邊感覺像是一個包夾 欸到底直接包誰啊 白球有點強啊 需要開始 現在 夜點啊 夜點啊 夜點優勢啊 夜點肯定優勢好不好 現在 好 這邊換個 換個 換個姿勢再進攻 雙線起來了嗎 其實這邊左邊 如果再留一些狂安士過去 打個雙線 應該是一個不錯的效果 我這邊看那個 夜點是有人口可以做 好 好 啊,這場還打那麼久 噢 暴風劍 藍色是夜碟 紅色是炭雞 我這邊鳳凰刷一些水煉 哇這邊礦金開到別人家旁邊了你知道嗎 無法無天啊 哇這邊受不了要直接硬鋼了 核車的陣型 等一下這電池太給力了吧 超級電池開起來 這邊炭雞打個七七八八 第一時間這個電池太關鍵了 不過炭雞是不是忘記研發工坊 他工坊停在二宮已經很久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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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換家 750換家 這個竟然會換家 可是這換得很明顯是探機換虧啦 這邊葉傑贏了30人口 好 我們恭喜葉傑要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我覺得主要是工坊的問題 探機完全忘記研發工坊這件事情 誒誒誒誒 媽媽船 誒誒 救命啊 救命啊 剛差點 剛差點被 被擺一票 昨天 不知道怎麼打 哇 開戰啦 人口越差越多 重點是現在 葉傑的經濟非常好啊 這一個黃鑽包夾喔 但是人口差距60 這要怎麼打 哇 直接白球進來追獵 直接點媽媽的團 帶走 這一場算是一個反敗為勝 我們恭喜葉傑2比0 期拜探機進行到了冠軍 冠軍賽